哈喽蒙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蒙炭家族的新成员 程莱 爱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高业 是蒙炭2024的家族成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姿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田佳瑞 哈喽大家好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看蒙炭 真的之前每一集我都有看 所以我自己有机会参与 自己有机会去一起玩这个游戏 我为什么不会很兴奋的来呢 为什么不啊 就因为我正好就是档期空闲 因为我从蒙炭第一季的时候 就开始追 然后这一次有机会 能参与到蒙炭里来 我肯定是非常愿意来的呀 我因为要得逼嘛 就过来赚点零花钱 最喜欢我都挺喜欢的 但之前我觉得那个 孙宏雷老师很有意思 绕口令 咬菜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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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想做军事的心一颗当军事的脑子可以 真是不敢说自己 看起来比较聪明吧 比较能演 能融入角色 逻辑性比较强 然后 胆子也比较大 会一点点观察别人的微表情 所以你们要注意哦 一个都没有 我都说了好多遍了 我聪明很 我这不是笨蛋啊 这有什么好思的 就像这个节目 我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有多聪明 徐志胜 因为吴国瑜探案这一块吧 我玩得太好了 他一定会猛踩我 应该是我吧 就是无论是积极的不省忧还是那种消极的不省忧 我觉得我可能挺不省忧的 王子涛吧 不知道感觉 我一感会是我自己 为什么是我自己呢 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所以说大家都小心一点吧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姐角色给我 因为我玩得太好了 我这玩到他们第二天早上都猜不出来谁是我姐 正常看的 挺好的 谢谢啊 谢谢粉丝们 看来的 吕玲玲吧 够轴 够直接 够聪明 怎么就推理 还会去啊 要找现实吧 然后去找卧底跟谁 这样子 去推理 我就找到谁就推谁呢 应该是吧 因为 那些人就不需要 可以不理他们 快点 等时 可以 你们不会就上来就让大家知道我是个傻子吧 九点 九点 九月 九点 这个都青铜了 这个都青铜了 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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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节吧 他们又是父亲节又有人过生日 回忆也就给他养到结了 聪明粉 茶几上 茶几上的袋子是 嗯 暂且是说白色吧 黄色 对 红色 不对 那怎么办 挑战失败了 那就恭喜你成为青铜 不行 换一个 不行 我记得很多细节 再给我这机会 茶几上的 我想一下 我是真的回想一下 茶几上 有茶几吗 深棕色吗 红棕色 我黑色 青铜 你往上问问 你往上王者级别的问题 我可能能回答出来 这个青铜 这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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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我不一定能打 我只打王者局 时间来保证 对 对 图片的右侧柜子上的花瓶 是有几朵花 两朵 三朵 四朵 四朵 你别说话 我现在已经到 我已经到王者等级了 你不要打扰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到王者等级了 哥 哥 我已经到 你不要 我的脑子比你清楚一点 那个 差不多有五朵花 差不多是什么品色 五朵花对不对 差不多是几朵 我回答对了 你走开 那恭喜你成为 那恭喜你成为 上水汤汤汤汤的国际 这是荣耀王者级别的问题 绿色的 而且后面还有小熊的玩偶 以下有小熊花花 那边的花有七朵 我都看见了 你把我预判到我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还凭你一共有几朵花 我数了七朵 对 那就是八朵 我还凭你数了 我还凭你数了 五朵吗 两个两色格子 他没放到什么东西 客厅中间 两色格子里面 是一个泰迪熊 一个熊猫 请问图片 右侧柜子上的花皮 一共有几朵花 五朵 丹沪雷老师 衣服上 又扣了几个扣子 两颗 对 这样很像我的串通好 你知道吗 但你怎么没用人 打过这样的女生 因为我自己平常 爱玩这样的游戏 我就知道你们会 刁钻到什么程度 绝对不计主题 那高老师还记得 哪些细节 星天穿着紫色 门上有个服务 后面有个金鱼缸 然后他们后面的 那幅沙画 上面是深绿 下面是灰蓝 OK 我们期待 你也在节目当中的表现 不要太期待 不要太期待 管理一下预期 像蓝这个很厉害 我来看看 你也在节目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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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 你也在节目中的表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